总的来说 上海大厦它只是一个影子 那具体要说的事情 还是关于空间 以及关于空间体验 还有关于影像跟空间的 怎么样可以互相融合 这个厅呢比较重要的是 它首先它是一个垂直升高 然后在平面行走 然后又垂直升高再下去 这样的一个动线 左边的这条长墙 基本上是关于一个逻辑梳理的 它是有叙事的 基本上讲的故事很简单 在一个夏日的晚上 人物A在看雨 然后并展开了空间的思考 右边的墙的所有的视频 是关于左边墙的现实回馈 这次的创作的过程 其实跟我在创作里面的我 在行走在各种空间里面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我希望我的剪辑过程 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 是不断的在跟上一次的自己对话